身上长了白斑 是不是就一定是白定峰的 咱们老百姓 对白定峰的熟知度 还是非常高的 只要身上长一点白的 首先想到第一个 并一定是白定峰 但是身上长白斑 有很多种病 并不只是白定峰这一个病 对于我们临床上 把一些其他的白斑的病 误诊成白定峰的情况 并不少见 尤其是儿童 成人误诊的少 儿童诊诊的挺多的 比如说儿童里边 最多见的误诊的 第一个是无色素质 那么 无色素质和白定峰 怎么去鉴别呢 第一无色素质 它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 但是大家要注意 先天性的疾病 并不一定说我出生那一天 就一定带着 它可能出生那天带着的 但是因为小孩比较白 或者我们没有注意到 并没有发现 但是随着到了几个月以后 比如说抱出去了 皮肤慢慢的晒黑了 把这个发白的地方 就给它显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你才发现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它可能就是过几个月才长出来 也是有可能的